大家好,我是雙語的海邊攝影師大蘭 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平常是如何利用LineRune這個軟體 來做挑途的動作 挑途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攝影流程 因為假設我們出去外面拍一張案子 拍了三四千張 但是我們可能實際上需要的 只有其中的一兩百張的時候 如何快速有效率的挑途 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今天我們在這邊用iPad版本 示範給大家看 因為iPad有很多隱藏的手勢 大家可能平常並不太知道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進來首頁之後呢 會發現首頁呈現的照片 都是你預先匯錄的照片 因為LineRune必須要匯錄照片之後 才能夠顯現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匯錄的十一張照片 那我們要如何從十一張照片裡面 只挑出其中的四張呢 我們來操作一次給大家看看 我們照片剛點進來的時候 實際上是在他的預測的編輯模式裡面 但是編輯模式沒辦法做跳圖 所以你必須往下看 右下角這個地方有一個星星的符號 這個符號代表的是評選的意思 評分評選 我們點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實際的界面 有很多第一次使用的人 他會直接用底下的實體按鍵來去按它 這個地方有1-5分的評分 或者是有一個奇標的部分 點選 或者是把這個照片打叉叉 但是這樣的方式會變得非常的緩慢 那iPad實際上 它有一個隱藏的雙手手勢的操作 我們這邊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右手就是立棋子 往上一勾是這張照片 意思就是說這張照片我要了 那你如果往下滑打叉的部分就是這張照片我不要 那你也可以不表示意見 那左手往上滑就是1-5顆星的評分 往下滑最低可以到0分 所以有了這樣的操作之後呢 就變得很簡單 一般來說我們在挑圖的時候都是右手手勢 比如說這張我們前來評選的界面 這張我不要就往左推 這張我想要我們就往上推 這張想要往上推 其他不要的你可以都往左滑 滑到你想要的再點選 就是這麼簡單 那幾張照片選取起來之後 你要怎麼樣在首頁這個地方看到你剛才選取的照片呢 因為很明顯現在這個地方都還是全部的照片 它並沒有去篩選我們剛才所勾選的照片 這時候你要點一下右上角的點點點 點進來之後有分區 分區的部分你可以點選倒數第一個是奇標 點選了奇標之後 你剛才有上奇標的那幾張照片 就被歸類在上面這一行 那你就會看到這幾張 很簡單 那我想再跟大家深入介紹一個奇怪的功能 假設今天客戶認為這幾張照片裡面 有一張是他的長官會喜歡的 那他需要這張照片你要做精修 那他要怎麼樣標註他那張照片 我們才知道那張照片是要做精修的動作呢 這時候我們再點回去這個照片裡面 到評選的介面裡面去看 我是假設 假設他認為這張照片需要精修 那剛才右手手勢我們已經標記乾了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左手的手勢 往上勾選五顆星 那五顆星這張照片我們之後就會知道 這張照片我們必須要做精修 要怎麼樣才能夠顯示那五顆星的部分呢 一樣再次選右上角的點點之後 選擇分區 再選擇星等 這樣子有打五顆星的部分 他就會出現在第一行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拜拜